我再問你一點點,你知道聯儲局現在還在買債 當它之後會減少買債的幅度,但買這個行動似乎都會保持一段時間 會不會是很狡猾你,見到10年債突然升得快 你記得之前Bernard Key有個名堂叫做Operation Twist的東西 可能是不同年期,買就買而已,但多少年期買多少,它可以自己有一點點調節 會不會是有意無意聯儲局又很怕市場,很擔心突然那個10年資息升得很快 有意無意聯儲,買多些10年,那個Yield多,按回那個Yield 不要一下子就升穿了,會不會是出這些農料呢?你覺得 我不排除它會做些事情,但問題就是 就是幾遲早了,如果以我所估計的話 如果是拜登和現在參眾兩院大多數的民主黨 都拍板說通過這個新一個經濟刺激方案,財政的刺激方案的話 發債已經是成定局了,OK? 那樣東西未必會即時令到那個Yield Bern Yield一直不停地抽上去,但問題就是 如果Yield抽到一個水平而令到投資市場都開始有震盪 的話呢,那就不排除聯儲局會做事 但如果之前做的話,其實是有問題的 如果很簡單,你想像一下,如果財政部發債 市場什麼都沒有反應,市場沒有東西的 聯儲已經急急走出來幫他買光 的話呢,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為變成就是聯儲局表示它是會包底 那這個呢,可能對市場來說 反而是造成了一個對聯儲局的誠益 一個很大的震盪 所以問題就是,我不排除他會出來買一些 但是前提就是說,可能我市場要先震一震 然後他為了想穩定一些人的信心 所以才會出來做這個步驟 我估計是 你記得之前我們也說過 其中呢,你拍了債券 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就叫做B to cover 規則 其實有一點像IPO 就是一些超額認購多少倍的概念 就是當那隻IPO很搶手 那麼你超額認購就很多了 給人的感覺就覺得,哇,市場上很想是投資這間 剛剛新上市的IPO公司 那麼所以就算聯儲局出一些股劃 那麼這些數字呢,其實你越出股劃 那個市場是越驚 那麼,還有這些B to cover 的話 又很難出到千 所以就是,我想聯儲局不會這麼蠢 特意去做一些更加震驚的市場 因為其實好像之前見到一些電視台等等的 interviews,問回一些儲局的委員 其實都開始放了風聲 其實你又不可以說央行是完全麻木的 買債,然後放量寬就算 其實他們都很害怕 因為沒有人知道繼續踩下去的股心 不知道是怎樣收貨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想這樣 但是你現在這麼快供出來就說要收水 那麼市場當然害怕 那個時間是怎樣做 還有市場反應這個 今年都要看看 不可以好像去年那樣盲目 是沒事的一定不會收的等等 很視乎很多不同的數據 即是貿易等等等等 這個都一定要看看 那麼再回答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剛才回答的問題 其實都回答了不少 有些網友的問題 因為譬如 Chris Locke 之前問 怎樣看油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譬如 剛剛這麼巧 就是 K.O.答那些ETF 有人就 問說 有沒有那些 是 卡明之前就說 拜登的政光很注重氣候變化 還有現在就有一個 比如 他有提到你的ETF 譬如我提到之前 TAN 譬如 FAN Fan 還有 K.O.有沒有看過 ACES 這隻ETF 他說都升了不少 那他都說 會不會是這些都可以看一看 還有如果是基建股 他說 雷總有 會不會看一看工業股 例如 GE Caterpillar 這些 會不會 GE General Electric 或者是Caterpillar 因為 如果 譬如 用多些 Fiscal Policy 的時候 會不會這些 大型的基建股 都是 會有 好處呢? 剛才 不知道是不是 我家裡的網絡 或者是 我剛才 有些 有些 跌倒了 我不會太聽到你說什麼 對不起 那我再說一次 就是 他就問問雷總 會不會 Carmen就問問雷總 譬如 因為 現在有一個Blue Wave 聽到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都不太好 是啊 斷了很重要 我們聽到 K.O.你聽到嗎? 我可以 我這裡很相信 可能真的是你家裡的 我看到你現在的畫面都溫暖了 可能是 讓雷總自己先收拾一下 那 你有沒有看過ACES的ETF 或者 你除了做功課看 今年的Confiction之外 你會不會 其他的 一些 氣候變化 或者再生能源的ETF 你都覺得 可以 看一看 剛剛 其實也有說 就是 那幾隻 就是 他提到那幾隻 其實 過去一年都已經是升了很多 TENSE 是升了240% 就是 然後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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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都 都升了 是升了不少 FAN都升了不少 那 再 你現在這個位置衝進去 當然 政策 政策 都是很 當然 是一個很大 是一個很大方向的 但是 那個問題是 雖然說 現在民主黨是掌握了 SANITE 但是 其實 那個 就是 他的 過半數 是 真的剛剛過半數 而已 50票對50票 然後 剛才Harris 就 關鍵1票 就51票 就是如果你有 你那些再生能力的政策 是太過aggressive 然後 如果是 有人 有 民主黨那邊有一票反對的 你基本上都已經是過不了 那 所以 就是 不要太過 就是 現在的預期已經是高得很厲害 那我覺得 你就算是要買那兩隻 就是 進取一些的再生能力的ETF 都可以等 就是 可能是等有些回調的時候才買 那 就是 為什麼我會推薦那隻 比較 穩陣一點的 也是 那些原因 就是 那隻 都是 你也有腰頂著 你也不會太過分 雷種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加Wi-Fi費用 所以 斷來斷去 好像一般 或者 可能就在入侵 雷種的電腦 所以 比較厲害 那 就是 Joseph Lee 就問 他就說 都是同一件事 講 Green Energy Stocks 他就說 他開始投資 First Solar 和 End Phase 那你會不會 ETF 就是大包圍去做 有時候 我都會 看那些ETF 之後 看回十大 持倉 然後 拆分 哪些 我覺得 我覺得 ETF可能打到散 散又散又好處 就是 萬一 有一隻 整隻 ETF都不會倒 但你 會不會有個習慣 都是 在ETF 去選一些 你覺得 那間 是比較 佔是 一個好些的情況 然後 過股來說 都投資多一點 因為他提升到一隻 叫做 End Phase E-N-P-H-A-S-E 我就比較少接觸一點 First Solar 就知道 但 End Phase 他就說 自己都有投這些 Green Energy 股票 End Phase 我剛才沒有記錯 好像 但是 那隻TEN 那隻ETF 裡面 持倉最大的 那隻 股票 是 應該都是一些 很 很 好認識的 我又不是 很熟 就是 End Phase 已經是 TEN 裡面持股11% 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持倉 是 所以 相信 為什麼 升得那麼厲害 除了 有人 買入股 之外 也是 ETF 買入去 也都相信 金額也不少 雷總 就可能沒有交Wi-Fi費用 就 斷了 剛才都說 加什麼 關什麼事 我 我 我公司 可能那個 伺服器 是不是有更新的 原因 總之沒辦法 我都試過幾次都 因為用不到 唯有用過手提電話 上個 Zoom 做完 最後這些 不好意思 這個真是打屁股 這麼早就做 伺服保護 11點半 大哥 一向伺服保護 都起碼要半夜兩點 怎麼搞的 你台南CIO 國際市場 晚上美股也看到四點才睡 真的 剛才我們都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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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聽得這麼厲害 它是包含了兩大元素 就是 Renewable Energy 現在還有 TAC 它是一個軟體 就是 HOME Energy Solution 寫一些 和 Energy Solution 相關的 軟體 所以 很誇張 PE 現在是158倍 PE 正常 要這樣 才可以吸引人 50 樓下就沒有 我最近和朋友在討論 現在看軟體股 我們最老套的就是看PE 軟體股 軟體股沒有E 很多都是 你可能會看PS 即Price to Sales Ratio 現在再有一個再厲害 看ESG 有什麼搞錯 看ESG 也不是看Energy Solution ESG投資就是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我以為 原來它說的ESG不是 是EV除以Sales 再除以Growth 你明白嗎 即是Enterprise Value 除以Sales 再除以Growth 這樣來看公司的Valeration 現在玩到很創意 真的很創意 真的很創意 那你再看看這家Enterprise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 雷總有一部分 是關於老餅的事情 就是說 它說 Blue Wave之後 耶倫都說會做一些 physical policy 就是 關於一些 基礎的東西 所以它就想問 如果譬如工業股 譬如GE 或者Caterpillar 這些 會不會其實都值得可以投資一下 按照 GE我沒什麼留意 但是Caterpillar 好像已經動了 是啊 它有說動了 但是當然沒有那些 TAN那些升了二百多倍 但是譬如 如果這些老餅一點 我覺得 會不會是 雖然動了 但是會不會可以看看呢? 其實 正路來看的話 就應該都有一個想像空間 應該都可以 就是 整個 經濟周期板塊 其實對於這些工業股 應該都受惠 我也覺得 就是 我想 現在我想動得最快的 就是 資料 基礎材料 那些 那些已經動了 但是 應該到 再遲一點 應該就是一些工業的 相關來說 應該都會動的 就是 我覺得 都跟 我今年的 整個氣候 整個氣候 但是 至於你說 吸引度有多大 相對於別的板塊 我又沒有認真 很留心看過 但是應該會受惠 知道 另一條問題 就是 這個 想問 Rae Yip 就想問 第一條問題就是 如何選擇ETF基金 這個真的很廣 還有 定時定後 雷總自己的環節 都有說 ETF 是怎樣去做 這個太廣 很難馬上說 但是 第二條問題就是 未來這一年 貴金屬的走勢是怎樣 好像我們沒有很詳細說 有評論 一定有評論過 但是如果 貴金屬裡面來講的話 似乎 都是一個 白金比較強一點 如果是貴金屬 是啊 其實 應該我們評論的時候 都有提及過 這個 就是貴金屬版塊 我對於黃金 我就有點保留 老實說 就是其實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黃金 上年 穿了2000元之後 我覺得 都已經到我目標 所以對於黃金來說 還有 就是 我們都明白 黃金是一個 就是 避險工具 是一個安全地 但是 現在大家都 沒有人想安全地 這件事 老實說 所以 黃金不是我會建議 相反來說 一些是有工業需求的 一些 所以我會相對來說 例如對於 Baladium Plat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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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位置 所以我先理身 Platinum 我真的覺得 會有機會 會有利益 銀 這些 我相對來說 會看好一些 還有 如果看回今年來說 我現在 年至日 當然 現在只是過了20天 但是 似乎 都看到 Platinum 白金 明顯地 做得相對好一點 所以 所以 你覺得 如果真的要投資 貴金屬的話 都會先選擇 白金 我 我會是 沒錯 但是你會看到什麼指標呢? 因為之前你也展示過 舉例 金和 Platinum 看看比例 是啊 因為 現在去到什麼位置 當然 仍然差大 你想想 很簡單 現在黃金仍然是1800多美金一盎司 白金現在是1100多美金一盎司 其實現在白金和黃金的比例仍然是有比較大的折讓 如果你想想 過去來說 黃金和白金的關係 一般都是應該是白金比黃金更貴 但是現在白金更便宜 黃金一大部分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點 另外來說 白金和Platinum 其實 都在 這個 這個characteristics 來說 在有些的用途方面 是可以有少少 就是 替代 所以 他們理論上 都應該有一個 一個差別 而過去來說 其實 就是 白金 Platinum 都應該是比Palladium 應該是高一點 但是現在來說 也是同樣地 Palladium也是比Platinum 一個很大的範圍 所以 相對來說 我覺得 會比較值得考慮 Platinum 但是你怎麼持有白金呢? 我 沒有 沒有 其實我也是持有少少 一個 就是 在一些銀行的貴金屬戶口 持有些 叫做紙金 就是 Pay-per-present 在郭富城那間 哈哈 這裡 總之一間 你真是 哈哈哈哈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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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富城那間 可能我也奸了 不是一個戶口 哈哈 哈哈 最後一條問題 應該問我 有網友 其實我在YouTube的留言 都很簡單回答過 就問我說 究竟台股的台積電 嗯 還有在美股ADR的TSM呢 就是 分別在哪裡 其實 就不大 坦白說 因為 都跟得都很貼 而且它也是可以 就是 做回 arbitrate 的一個動作 當然你不能搬一股ADR 然後供了去台灣 就應該有一個量的要求 你最少要拿多少股票才可以 arbitrate 當然是 在 美股的ADR 比較方便一點 那麼 有網友 我看到 就 看到這個情況 都覺得有點痛 那我就說 哎 投資美股的壓力比較大一點 因為 晚上 睡得不好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點痛 我聽了你這樣說 我覺得 介紹美股有點對不起 哈哈哈哈 真的想要 如果你 第一 如果你是很緊張的 投資多少都會 睡不著的 盡量希望可以增加回 那個 強力 第二 始終是的 美股就是你怕它無端的錯 然後想看著市場 我覺得你可以擺定止蝕和止賺 舉例有一次止蝕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其實 很大型的股票 又 你可能十幾二十年 才發生一次flat finger 的情況 就很少會無端端這樣 還有 如果你又沒有什麼margin 就是 真的拿一個十錢去買那隻股票 其實我覺得 不用太害怕 除非你 震來震去的 譬如我剛剛 今天是二介紹的 SEA Limited 這些 就真的拿了 如果你有很重的位置 不如還是減輕 這個位置 舒服一點 因為這些一定會拿的 然後 都想說回自己的經驗 最後一分鐘左右 那 我就 去了 開一間 香港比較大的 那間 就是台資行 想開一個 台股的 投資 一個 戶口 大家都知道哪間 最大的一間 在 辦公室 在灣仔 就是K字頭那間 K字頭那間 也是這間 那 因為 暫時我覺得 台股不斷創新高 當然因為是台積電做得好 因為佔成三成多的 但是 你看看 貨幣台幣 都是繼續強下去 我覺得 暫時還是很多資金 去流入台股那裡 還有 它吃中了很多概念 就是半導體 電動車 你看見 是多好處理 去做這個行業 那 開了戶口 不一定要買 但是 我就問過 可不可以開 那是要求他們才開 我 這麼誇張 我說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買 我說 有些ADR帽 我說 日月光那些大東西 當然有ADR 我說 你小的帽 你可不可以 麻煩開 他說 都可以 但是 大家要預約 還有要帶本特區護照 他說是 香港人 才可以開到這個 投資的戶口 他說 如果你可能有其他國籍 那就 未必可以 那你要帶本特區護照 證明你香港這個 身份 才可以開到戶口 那 敬請提早去申請 如果真的有心去投資 台股 因為有些沒有ADR 那你就 就迫著真的要 這樣投資進去 還有要打電話才可以下盤 不可以 internet trading 這個就是我的經驗 那 時間差不多了 今個星期 雷總 那你休息一下 看看Wi-Fi有什麼問題 好嗎 好了 OK 不好意思 剛才我出來給人 OK 大家 take car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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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